今天我要來介紹的東西是我之前也有買過的一個產品 那個產品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 它是 Surefire 風格的 Warden 這個東西它其實在 Airsoft 裡面 我個人是覺得比較純粹是裝飾用的東西 這個東西它還有一個還蠻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是 Seracoke 的塗層 那我們就先趕快來開箱介紹這一樣東西吧 OK 那我們現在就要來開箱這一個 有 Socome 他們做的 然後打開來你可以看到 Seracoke 那什麼是 Seracoke 呢? 之後我應該會拍一集來跟大家介紹這一樣東西 這是還蠻特別的一種陶石塗層 那我們就先拆開來看吧 它有這個貼紙就是告訴你它是 使用 Seracoke 的塗料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這是它附的防火帽 然後 大家應該可以聽到那個回音 剛製的 然後這個上面它都是 Seracoke 的塗料 還不錯 那它要怎麼鎖呢? 其實就是 套上你的面影器以後 它這邊會有一個 Push 壓著 轉進 這樣就OK了 它就鎖住了 那其實這個不是我第一個買他們家的產品 這是我第一個買的 我第一個買是沙色的 然後它是比較長的版本 我個人是覺得這個那時候其實有讓我經驗到 我覺得還蠻漂亮的 所以後來才決定這次要買 Mini 然後可以看到長度明顯就是比較短一點點 我這次買的是黑色的 因為我想要裝在我的 SR16上面 那我上次買的時候 它附的盒子是這種小小的 那我們現在就來拍這個東西要怎麼裝吧 OK 那我們現在就要來裝這一個 首先呢 我們必須先把我們原本的這個防火帽拆下來 那我們先拆下來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拆下來以後呢 我們拿出我們的 這個新的防火帽 我們把它裝上去 那在裝上去之前 大家要特別注意一下 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螺絲 你要確定你的螺絲是鬆的 我們先把它轉鬆 你才不會轉的時候卡到你的螺芽 那轉鬆了以後呢 我們現在就要把它裝上去 然後我們轉上去以後呢 再拿出你的六角 把它鎖進去固定 把它鎖進去固定 鎖上去以後 把免疫管放上來 然後你就橫移 聽到卡一聲 這個位置就對了 然後就壓著 轉緊 基本上這樣就裝好了 那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是裝好時候的樣子 那再來我們就到靶場來 也稍微測試一下 雖然說我沒有延長內管 但會不會影響槍的出速 好 那我們到靶場來 我們就是要來介紹這一個 我們等一下就會實際的 來打給大家看 那我們先從 沒裝這個的示範給大家看 好 那我們就先來大家看 沒有裝這個硝煙器 它的聲音究竟會不會比較大聲 那等一下我就不會打鋼鐵靶 避免就是鋼鐵靶的聲音 造成讓你們聽不太出來 所以我會直接打後面的擠蛋布 那我們就讓大家來看一下吧 那大致上這個就是沒有裝硝煙器的聲音 那我們現在就把硝煙器裝上去 聽聽看它的聲音 那我們現在就把這個裝上去 讓大家聽聽看 裝上這個以後 聲音究竟會不會比較小聲 我自己在現場聽起來 我覺得好像稍微有一點點小聲 其實你不仔細聽 我覺得是分不出差別的 這個東西最主要的功能其實就是 我之前在介紹AAP-01的時候也有提到 它是擋泥裡面的內管 那這個最主要我覺得 在BB槍裡面是這樣的功能 之前也有提到說 其實也是有販售 真的會有靜音的功能 那我這顆的話 純粹就是我喜歡它的外型 我覺得沒有太多實質上的功能 純粹就是造型 那接著我們就來測試看初速 裝上這個以後的初速 以及沒有這個東西的初速 會不會有差 好那我們就來測一下初速 我們會先測沒有裝宵驗器的打單方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裝上宵驗器 然後我會使用另外一顆還沒有打過的彈夾 盡量做到樣條件 那我們就來測試看吧 那比較起來其實我覺得有沒有裝宵驗器 都沒有太大的差別 初速都差不多 都落在差不多1211左右 好那我們就來測試看連發的聲音 究竟會不會有差別 那現在是沒有裝宵驗器的 那我們把宵驗器裝上一樣來打 那我們把宵驗器裝上一樣來打 連發給大家看 連看聲音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整體來講我覺得跟單發其實差不多 就稍微比較小聲一點點 差異性我覺得也是可以忽略不計 因為最主要都來自槍機的聲音 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那大體上這個就是我們要來測試的這個效應器 我覺得沒有太大的差別 而且它也不太會影響初速 單就於外觀的話 我是覺得這樣子是我蠻喜歡的外觀 也蠻漂亮的 我之前的Mark A10上面其實也有裝一個這個 但我那時候裝的是沙色的 然後它的長度比較長 這個是mini 它比較短一點點 這樣搭起來我個人是覺得很漂亮 是我很喜歡很喜歡的樣子 那我們接著就回槍櫃那邊 我們再來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吧 好 那我們從巴掌這邊回來以後 我們來跟大家稍微聊一下這個東西 在真槍世界裡面到底有什麼樣的功能 其實嚴格說起來它也不能算是效應器 它有點算是效應器的替代品 它的功能主要是當你開槍的時候 它會把火藥聚集往前 而不會像你只裝防火帽的時候 會向外擴散 那這個是它最主要的功能 在Babychan裡面 大家可以在巴掌的時候也聽到 其實裝上這個了以後 你並不會覺得開槍的聲音比較小 這個主要在Airsoft的世界裡面 大部分是隱藏你的內管 然後裝飾用的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前面這兩個 這是我之前買的 然後它是裝在我的Mark A10上面 然後這個就是裝在我的 Night Armament XR16 不錯 我覺得它的做工蠻精緻 而且加上它原廠有附你一個鋼製的火帽 整體這樣買下來其實 你要說便宜嗎 也沒有 大概新台幣差不多2680左右 那時候就是因為買了這個SASER 我覺得它的品質真的還蠻好的 加上SERACO的塗層 弄起來真的很漂亮 而且蠻耐瓜的 買了SR16以後 我就決定我要再買一個這一個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照相機 有關 quem打到大了 可以打死一下 我們下降 就站在過程中 跟我們下降 開車 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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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